欢迎来到我们的今日六度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则引人注目的新闻要与大家分享 首先伊朗的经济正因为制裁腐败和管理不善而处于崩溃边缘 这不仅对其国内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 也限制了其在中东的军事扩张 接驻特朗普因涉嫌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进行非法操作而接受审判 前方与辩方围绕一笔支付给成员隐形的款项展开激烈辩论 最后一项新的民调发现 如果罗伯特·菲弗尼迪参选2024年美国总统将从特朗普 而非拜登那一系更多支持 这对选举格局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电讯报的深入报道深入报道中 伊朗的经济困境被生动描绘出来 展现了一个国家如何因为制裁腐败和管理不善而跪倒 伊朗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衰退的简单问题 而是一场严重的生活成本危机 将这个中东国家推向了绝望的家 推向了绝望的边缘 六年来的双位数通货膨胀 基本生活物资价格的数百倍上涨 以及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都让伊朗的经济雪上加霜 这场危机导致超过九百万伊朗人在2020年前的十年间陷入贫困 而伊朗的死亡率也成为中东地区最高吹高 疫情对伊朗的石油出口造成了打击 加上其军事上的侵略姿态 都让伊朗在经济上雪上加霜 是其无力负担全面战争的代价 伊朗的经济被不透明的宗教基金会严重控制 使外国企业难以进行投资 这进一步加剧了其制造业的衰退 面对经济危机 伊朗政府的无力回应引发了社会不安 特别是在女性中 虽然伊朗的军事侵略可能因经济弱点而受到限制 但她正在利用冲突来增加对人民的控制 西方对伊朗的影响力有限 使得进一步施压变得困难 而伊朗政权似乎也无意与西方重置关系 在另一个角度 美国威斯康星州的选举官员安全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雅虎美国报道了威斯康星州州长托尼埃福斯 对于州顶级选举官员梅根沃尔夫面临的安全威胁的看法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土对沃尔夫发起了虚假指控 声称他在2020年选举中作弊 埃福斯州长表达了对沃尔夫安全的关注 并承诺州政府将尽一切努力保护他 同时也承认了特朗普的第一修正案权利 而在雅虎美国的另一篇报道中 特朗普因涉嫌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支付封口费给成人影亲斯托米丹尼尔斯而受到审判 检察官在开庭陈述中指出 特朗普策划了一场犯罪计划 旨在腐败2016年总统选举 而辩护方则反驳说试图影响选举没有错 这场审判不仅凸显了美国政治中的分裂 也再次将选举的公正性问题推至封口朗尖 从伊朗的经济危机到美国选举官员的安全威胁 再到特朗普的审判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全球范围内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复杂性 也凸显了在当今世界中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 都必须面对和应对的挑战 这些报道不仅仅是新闻事件的陈述 更是当前全球政治经济状况的一个缩影 提醒我们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保持警惕和视野 在纽约曼哈对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因被控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重罪而接受审判 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 雅虎美国报道称 检察官在开庭陈述中指出 特朗普试图掩盖他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向色情隐心斯托米丹尼尔斯支付的13万美元 这一行为构成了犯罪阴谋和掩盖 特朗普的律师团队则反驳说 这笔支付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 检方首位证人前国家询问者出版商大卫克作证称 他在2016年悬层努力帮助特朗普通过购买可能对其不利的故事并将其压下 与此同时关于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预测和民意调查也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 《独立报》报道了一项由1BC新闻进行的最新民调 结果显示罗伯特·F肯尼迪小将的总统竞选更多的影响了特朗普 而非拜登 在一场假设的两人对决中 特朗普以两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拜登 然而当加入第三方和独立候选人后 拜登则以两个百分点的优势超过特朗普 肯尼迪获得了13%的支持率 而其他候选人如科尼尔 维斯特和吉尔斯坦也有一定的支持率 拜登的竞选团队已经认真对待肯尼迪的威胁 并聘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操作手 来对抗他和其他第三方候选人带来的政治危险 电讯报的一篇报道也对肯尼迪参选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认为他的加入将对特朗普的白宫竞选之路 造成比对拜登更大的损害 在不考虑其他候选人的情况下 特朗普以两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拜登 但当肯尼迪 吉尔斯坦和克尼尔 维斯特被纳入候选人名单时 情况发生了变化 此时特朗普只比拜登高出两个百分点 民调数据还显示与拜登的选民相比 更多的特朗普支持者转而支持肯尼迪 肯尼迪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 并应对新冠疫苗持怀疑态度而受到批评 拜登的竞选团队一直在积极尝试与肯尼迪区分开来 而肯尼迪家族的成员也已经公开支持拜登 这些报道揭示了美国政治舞台上的紧张局势和复杂动态 特朗普的审判和2024年总统大选的预测民调 展现了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和分裂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各方力量的博弈将更加激烈 美国选民将面临重要的选择 这些选择将决定国家的未来方向 在最近的一系列新闻报道中 我们看到了世界各地发生了独特事件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政治体育和社会领域的动态 而且还反映了文化融合和国际关系的深度 首先来自Yahoo US的报道提到了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 施泰伊麦尔对土耳其移民对德国经济所做贡献的赞扬 自1960年代以来 土耳其移民已成为德尔其移民 已成为德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施泰伊麦尔总统在抵达伊斯坦布尔十月 带来了一根重达60公斤的烤肉串 象征着土耳其移民对德国的贡献 此举不仅展示了文化的融合 也体现了两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友谊 施泰伊麦尔预计会与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以及反对的CAT党领袖CJORSEL会面 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合作与交流 另一方面 在体育领域The Globe and Mail报道了多伦多足球俱乐部 在主要转会窗口关闭前的动作 俱乐部正在与一名球员进行签约谈判 并计划出售另一名球员 同时 同时 俱乐部宣布了将后卫Richel E.列为第三位指定球员 与Lorenzo Ensign和反约Coburner-Dechi定列 此外 Jonathan的所有在俱乐部网站上 不再被列为指定球员 正是由于他重组了合同 以适应新资贸 总经理Jason Hernandez 表示 这两笔潜在的转会与引进新的指定球员无关 俱乐部在接下来的36小时内 没有引进新指定球员的计划 在政治领域Yahoo US Model Blah 到导的一系列 关于美国政治竞选的最新动态 在一项新的NBC News 离离民意调查中 唐纳德、特朗普在与乔、拜登的直接对决中略归领先 但当加入第三方候选人时 拜登则拥有微弱优势 此外 尽管特朗普在北卡罗莱纳州的竞选活动 因暴风雨天气被取消 但活动前有Proud不危险 有Proud不危险人在活动现场外被看到 一位清特朗普的活动家 收集签名 帮助将科尼尔、韦斯特 列入北卡罗莱纳州的选票上 此外 前副总统麦克彭斯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 踢平了特朗普的堕胎政策 在内华达州的参议院竞选中 尽管萨卢、顾朗得到了共和党建制派的支持 但杰夫、钢特正在进行一场积极的初选竞选 这些报道不仅揭示了全球范围内发生的重要事件 也展现了文化如何、体育竞技和政治竞争的多样性 无论是德国对土耳其移民的赞赏 多伦多足球俱乐部在转柜窗口的紧张操作 还是美国政治竞选的激烈角逐 这些事件都体现了当今世界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在一个充满挑战和变革的时代 世界各地的新闻头条让我们见证了从体育竞技到国际政治 再到经济发展的多方面动态 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个人和团队的毅力 也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合作机会 首先来自Yahoo US报道 让我们走进了英国足球的绿音场 利物普队的后卫安迪·罗伯逊表达了他对球队的信心 即使在经历了ZUVI第19大流行导致的联赛暂停后 球队需要时间找回比赛节奏 但他们始终相信自己有能力争夺英超联赛的冠军 这份自信来源于球队的凝聚力和对胜利的渴望 罗伯逊的话语反映了体育精神的核心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 信念和团队精神总能激发出超越极限的力量 而在CBC的报道中 我们转向了一个极然不同的领域 美国的政治舞台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因被指控策划犯罪阴谋 以操纵2016年总统选举而面临审判 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对一位前总统进行刑事审判 检方指控特朗普与其前律师迈克尔·科恩 以及国家询问者报的人大卫·佩克尔和谋 通过捕捉并杀死阴谋来掩盖有关特朗普的不利信息 以帮助他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这一审判不仅是对特朗普个人的审视 也是对美国司法系统和政治生态的一次重大考验 在经济领域 Bloomber带来了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的观点 拉加德强调为了促进经济增长 欧洲和美国应避免陷入补贴竞赛 他认为这样的竞赛将会造成零和游戏 而不是双赢局面 拉加德建议两大经济体应共同努力 避免反竞争行为促进思想的自由流动 这一观点不仅体现了对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关注 也呼吁国际社会在经济政策制定上 采取更加合作和谨慎的态度 这三天文章虽然聚焦于不同的领域 但共同描绘了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世界图景 从立务府足球队的团队精神 到美国政治舞台的法律较量 再到全球经济领域的合作倡议 我们看到了人类社会在面对困难时不屈不挠的精神 以及在全球化背脊下寻求共赢的志愿 这些故事歧视我们 无论是在体育竞技场上 还是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舞台 信念 正义和合作是引领我们前行的不灭灯塔 在最近的一系列新闻中 从体育界的最新转会到辩试节目的去向 再到国际间的技术干扰 都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件 这些事件不仅展现了当前社会的多元化 也激视了一些潜在的挑战和机遇 首先来自Yahoo US的报道 讲述了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防守后卫 Greely Fance Jinger转回到南加州大学USC的消息 Fance Jinger 在2022年从路易斯维尔转会到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过去两个赛季共参加了27场比赛 在2023年他首发出场五次 完成了34次情报 4次拦截和5次破坏传球 Fance的加入无疑 将为USC的后防线带来深度和实力 为2024赛季的表现增添了更多期待 揭助Yahoo US的另一篇报道 探讨了一批被视为失踪的电视节目的最新消息 这包括了那些很久以前就已经续定 但一直没有后续消息的节目 以及那些至少九个月没有播出 且没有续定或取消效的节目 这些节目的不确定性不仅令粉丝们感到焦急 也反映了当前电视行业面临的挑战和变化 最后Telegram和报道揭示了一个国际间技术干扰的问题 几数千架前往波罗的海的英国航班 受到了怀疑是俄罗斯发起的卫星导航干扰 这些干扰信号发送虚假的数据 扰乱了航班依赖的导航信号 包括错误的高度和位置信息 这可能触发飞行甲板上的错误警告 分散飞行员的注意力 甚至危及生命 受影响的航班包括 Rean Arrow Establish Airways Jet公司的航班 这一事件不仅凸显了现代技术依赖的脆弱性 也暴露了国际间潜在的安全威胁 这些事件从体育转会了喜悦 到电视节目的期待 到电视节目的期待 再到技术干扰的担忧 构成了当前社会的一个缩影 他们不仅展示了各行各业的最新动态 也提醒我们在享受现代科技带来便利的同时 不可忽视其中潜藏的风险和挑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何平衡这些利弊 将是我们共同面对的课题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团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都有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大规则 康宁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